很大可能会成为未来的主导 因为大家现在也发现到 共产主义曾经没落过 主要是附列人性的问题 就是说人有私心 这个资本主义没落 今天的失败主要就是人的贪婪性 他没有加以所谓的制衡 所以这次最好的方法 还是把它这两个体系好的把它融合在一起 比如说现在中国所使用的这种所谓 这个共产主义和这个资本主义的融合体 其实我认为这个应该可能是未来的主导 有什么看法 因为毕竟两个体系都有它的弱点 所以我们只能把这些弱点把它去除掉 把它好处把它整合在一起 这样就会成了 因为现在你看很多国家来讲 比如说美国本来是自由市场的所谓的代头者 但是认为政府主要是不要去干涉 让自由市场 自由发费由市场来决定价钱的起和下 现在政府已经完全去买了很多公司成为股东了 根本就是一种所谓的共产主义的做法 所以你怎样说现在是可以说没有百分之百的资本主义了 也没有百分之百的共产主义 所以说现在整个世界来讲就是说法一定就是用一个困惑体了 所以这个问题我看不是我们这个节目能够讨讨论的 主要我们是想讨论一下是说这个马来西亚的经济 刚才你提前评论的这个世界经济都开始下滑 你看马来西亚的经济能够在今年里面 本来他说预测是3.5% 这个就看美国的复苏有多快了 程度上因为反回来就是说如果有目前的看法是说 美国如果是在这一季第一季2009年第一季一稳下来 第二季尤其是第二季的后半段开始慢慢的复苏的话 那么我国的经济还有机会可以有一个真的成长 真的成长会不会达到3% 刚才说过就要真的看这个just in time的那个模式 让他反弹回来的时候有多快 因为我们目前有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国经济 我们知道有不少一些厂商其实已经支撑不下去了 所以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支撑不到他反弹回来的时候 就像反弹了之后你也拿不到机会了 因为你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最主要就是看这一段期间呢 我们的政府有没有发指有什么好的政策 让一些厂商可以度过可以趁过这段期间 当然以目前来看呢就是说还没有看到有什么正面的政策 来让我们的一些厂商可以度过这轮的危机 因为你可以生存过之后呢其他生存不下去的 比如说其他国家生存不下去的机会市场占有力就是你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